这个阿弥陀佛年了92年 112岁 身心健康 头脑倾诉 灵活 身体像年轻人一样 没有劳苦啊 没有病苦啊 没有死苦啊 走的时候知道啊 有人要帮助他祝念 他告诉人 祝念不牢靠 我不需要人祝念 我自己念佛王神 所以他晚上自己 他内活从来不敲引擎的 那天晚上他说 他敲引擎 身边很大 别人都睡觉了 他走了 第二天早上去看老伯仑 老伯仑已经卧身了 全身柔软 那对活对什么还柔软 这做给我们看的 这真的不是假的 92年 那他念佛造什么功夫 理议心不乱 理议心不乱 理议心不乱就是 大彻大悟 明心尽心 尽心成佛 要是照一般来说 我相信老伯仑 没那么大的寿命 也不够七老八十八 也就这样 他能延长到112岁 这是阿弥陀佛 叫他留在世间表发 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 做个好榜样 给学佛的人看 给念佛的人看 照这个样子 照这个方法 你依旧能成就 他能成就 你也能成就 多长的时间 念到功夫成篇 功夫成篇 就有把握往生了 那我们在 净土深陷路 在《往生传》里面去看 绝大多数 神 就得一句话 怎么念法 心里头 把一切的念头 无论是悟念善念 统统放下 心里头没有念头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三念 没有一个妄念 没有砸念 这就叫成篇 成篇 是一心不乱 刚刚达到 谈不上神度 刚刚碰到别人 他就能跟阿弥陀佛感应到久 阿弥陀佛就会来看你 给你做证明 来通知你的信息 告诉你 你的寿命还有多长 等到你的命中时候 佛来接应 你就放心了 阿弥陀佛已经注册了 有名字注册了 就放心了 而且你要见阿弥陀佛 他就会让你见到 你要见极乐世界 你也能见到 阿弥陀佛 怎么样 你也不能有戴